我们的歌终于派来了杨坤与陈慧贤两位大佬的合作 两个人演唱了一首杨坤的经典歌曲 我比以前更寂寞 因为陈慧贤几乎一直都是唱粤语歌的 国语的非常少 本以为演唱效果不会很理想 这首歌记录了杨坤的一段真实经历 当时杨坤处在人声低谷 创作成为抚慰杨坤的情绪出口与良药 陪他度过了难来的时光 这次演唱 二人伴着一缕昏黄的光影 与独具异性的萨克斯独奏 将深夜独自徘徊 感伤的落寞情绪肃静 唱出了别样的寂寞与都市忧愁 唱出了人生与岁月的沧桑 值得一提的是 陈慧贤在这首歌中 将走出粤语的舒适圈 挑战普通话演唱 但是老牌歌手的魅力就在于 只要他们开口 深情演唱的份一起 听众们就无法自拔了 这首我比以前更寂寞 听得太感动了 让人不得不带入进去 甚至流泪 陈慧贤其实很适合 唱这种深情的歌 可惜前几次舞台一直没等到 很多网友都说 公主终于选对歌了 拜托以后多唱点这种类型的 陈慧贤刚来到节目的时候 就多次表达了 对杨坤的欣赏和喜欢 老马和小杨 第一次合作演唱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的时候 陈慧贤那种迷美般的欣赏 真是颠覆了我的印象 这次终于合作了 杨坤极力推荐了自己这首走心的伤心情歌 记录的是杨坤的真实的情感故事 当时因为有抑郁症 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 因为这样的经历 杨坤做了很多人生思考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追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但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单纯了 不像刚出道的时候 就只是喜欢音乐 总会有其他的东西干扰自己 这让他非常胡闹 都说 最是真诚能打动人心 真诚永远是歌手赢得观众的 唯一和最厉害的法宝 二位前辈完全做到了 每句歌词都很打动人心 甚至让人忘了一些音准和发音的失误 演唱完毕 陈慧贤非常撒娇地依偎在了杨坤怀里 那种小女生小公主的甜美 都让人忘了她的年纪 看着都非常幸福 当时知道要唱这首歌的时候 陈慧贤就去查了杨坤的故事 加深了了解之后 公主毫不掩饰地说 杨坤身上那种男人味和沧桑感 非常吸引女性 自己还不好意思地把头埋了下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杨坤也有些语无伦次了 这次跟杨坤合作 姐姐明显激动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动情了 是不是可以磕一下这对CP呀 此外 陈慧贤和孟慧贤合作演唱了 自己的经典保留曲目 傻女 唱进了对爱情的执着和留恋 十个多年 这首经典歌曲再度在我们的歌响起 一段受尽时光洗礼的老歌 被他们赋予了全新的生命 在本轮节目中 陈慧贤 孟慧元 杨坤 以及马家吉四人成功全员晋级 加入到了最终的音乐盛典中去了 很多人都在说 节目有剧本 刻意控制了投票的结果 观众有这样的猜测 无口后非 因为节目的票数往往差距都非常小 而且票数打平的这种小概率事件 连续发生了多次 这不得不让人多想 其实我们的歌本身就在淡化禁忌 与其说是让歌手们演唱完 之后投票选择 倒不如说是 大家一起来唱唱歌 至于结果就不要那么在意了